一直被卡脖子的中国 这次是制裁了一家美国的芯片公司 5月21号网信中国发公告 说是全球第三大存储芯片巨头 美光公司的产品存在着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隐患 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 那我国相关的公司应该立刻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 也就是说这家美光公司被咱们给拉黑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美光出手 这个事会对我国半导体行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要知道美光的产品主要是存储芯片 它广泛的用在手机电脑汽车 甚至安防工业还有像军工等等的领域 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个8G加128G的手机的话 那这个8G指的是运行内存 128G指的是存储内存 那美光主要就是做这个存储芯片的 在最高峰的时候 它在咱们中国内地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200亿人币 占到它公司当年总营收的接近60% 但这样公司的吃相挺难看的 它一边在咱们这大转特转 一边还拼命地给咱们的企业使绊子 比如说2018到2020年期间 它花了954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 制裁它的竞争对手 像我们的长江存储 长星存储这些企业 就是这样被列入到美国实体清单的 然后这些年 由于咱们的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崛起 它在中国的销售额是一年不如一年 去年在中国的收入已经降到了只有230亿人币了 不过也还占到公司总营收的10% 其实在3月31号的时候 中国网信网就已经公告了 说是要对美光公司进行安全审查 但那时候还只是说要调查 还没给结论 那这回是靴子终于正式落地了 在当初只是公布要调查的时候 美光公司的股价都下到一度大跌了超过5% 要知道过去在半导体这个领域里 都是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我们 而这回是咱们中国首次进行了反击 而咱们一向是不打无准备的仗的 那这回封杀美光 首先我相信肯定是基于安全的角度 咱们不能给对手藏按门的机会 另外肯定也意味着 国内某些细分领域的芯片 或许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 起码不再怕被卡脖子里 相反呢 由于美光的市场份额空了出来 对于国产的存储厂家 可能反而是个利好 当然也必须要看到 目前咱们在高端芯片这一块 确实离国际先进水平有不小的差距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差距一定会慢慢的逐渐的缩小 而现在呢 在一些中低端的芯片领域 由于国产厂商的加入 价格是断崖式的下跌 简直都卷成红海了 那以往的那些国外厂商 动不动就闹个水灾火灾啥的 然后再以这个为借口跟我们涨价 搞到中国的这些下游厂商是苦不堪言的 但神奇的是 自从长江存储的国产替代出来以后 国外内工厂再也不起火了 可以注意一下下面这些新闻的时间嘛 看来咱们还是间接帮他们 省了一些消防开支的 那随着国产技术的推进 我们每拿下一个领域就意味着 国外厂商高价赚钱的时代的结束 目前来看呢 这样的速度确实不快 但我们可以的 也愿意的